吃完这顿早餐,我们全家就出发去老窝了 我妈今天早早起来了,给我们做了这么丰盛的饭菜 有馒头,有鸡蛋,有肉,还炒了两个菜,早上喝的是稀饭 妈一会去吃,辛苦了 你都吃饱了,在路上都不饿了 就咱们吃饱了,不吃饱了 我就是吃饱了,我就是外占了,她自己有外婆,我安全第一 我可抑自己 这后呢,是在给她加书加摩 因为我们今天全程都是猪哥开圈的,所以说比较辛苦 猪哥,你多吃点啊 好,这羊毛没不没? 没得很,再把专门做的 不要疲劳加势,多留服务区再写一会 放写吧,不着急 全是鸭鸭的行李 这是一个锅 你知道吗 我给咱备一下的 好 把饭整齐 这一次估计后备箱就塞满了 对 是的 东西特别的锅 这是亮相零食 水就发在外面 用水平时要喝 去鸭鸭就比较方便 好 好 东西要不是很薄啊 嗯 还可以 走 爸妈 这是一片零花仙留给你 爸 已经来 你来用一遍 看一家都给出门你那个木边的路 你先使用一遍 坐着坐着坐着 坐着坐着 这晚还要吃了饭 还要买酒不吃你们 你先吃了也没 喝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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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小优兵 爸爸妈妈要走了啊 对 爸妈要在家 在家 妈妈开始 哦 吓不得了 妈妈在家 标签开起 爸爸妈妈几天就回家了啊 你你你你你你妈妈的爸爸在家 再见一下 嗯 再来个细纹 亲 嗯 嗯 嘿嘿嘿 你懂吧 嗯嗯 妈妈到我去洗碗料料 嗯 好 没事嘛 嗯嗯 发生气啊 嗯嗯嗯 是一年全 挺吗 我朋友妈妈 妈妈要走了啊 嗯 妈妈亲一下亲一下来 哎 给妈来个水位 嘿嘿嘿嘿嘿 爱呗妈妈妈 嗯 嗯 妈妈妈也爱你啊 嗯 嗯 好了 爸妈要走了啊 嗯 这么两个两个 我怎么把鞋子回来了啊 嗯 嗯 对了啊 走了啊 好了好了 那坐了啊 走 坐了啊 爸妈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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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是早上的九点十五分 我们这会儿呢已经出发了 距离目的地是2119公里 用时二十二十四十五分 明天早上的八点我们就到了 这会儿呢准备去阳陵上高速 加油站着车子加点油 顺便也记录一下我们这一趟去老窝 总共能花费多少 九二加满啊 就是加了四十五点四三升 花了三三四点八二元 他们加满都要四百多了 因为车里面还有点油 所以今天就花了三百三十四点八二 走 出发 出发 下午的两点五十四了 我们这回呢 是来到了巴中的安阳服务区 开车开得有点累了 准备在这里休息上一会 吃个饭 别说你累了 我们坐车的人都累 你还开着车辆 精神又高度集中 实在是扛不住了 朋友们 真的扛不住了 现在猪哥年纪也大了 对对对 自驾太累了 咱们赶紧去吃点东西吧 给你们这你一路辛苦开车 哎呀 然后这碰面给你 啊 刚才妈给你还拉着我 哈哈 一路都没行吗 这都辛苦了嘛 咱们再把车吃 你吃的 坐车都挺累的 够不要说开车的人 这把我做的 坐的以后来手的 还能轮到笑的 朋友省不住 那你赶紧吃 我扑吃的也帮我上三盲 多亏你了 没事不要开心 咱反正这一套吃的 咱也都是渐渐失眠 对不对 令人也和住备的大号和三 我们现在距离目的 基地呢 差不多还有一千七百公里 对 现在是在四川的八中 嗯 呃 我和小安也商量一下 我们也没必要说是特别的赶啊 嗯 反正就是走啦 如果说是累了的话 就在哪歇息就行了 对 不要把人给的太扎实了 哈哈哈 吃 赶紧吃吧 咱妈都行 还有碰面就凉了 好